韻先生 你好 很高興今天可以在這裡和你聊天 在座各位都聽過東營遊旅行社 但大家其實對東營遊遊了解有多少呢 不如我們今天向韻先生問清楚 韻先生 以我所知早期的東營遊 只是做日本旅遊 其實我們想知道 為什麼世界各地這麼多旅遊地方 你只選擇日本來做這個旅遊地點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你們讀書的時間讀哪一科 你出來做事都希望針對哪一個 你自己讀的科最專長 去發揮你的工作和你的未來 原來我自己本身在香港讀完中學之後 我就去過日本讀書 我對日本有一定的形式在文化和語言上面 在我自己讀完書 我開始工作 其實我在日本當地做 香港客人來日本玩的時間 在日本做導遊 除了之以後我在1986年 就和幾個朋友 以前的同事 一起開了這間EGO東營遊的旅行社 就是你的問題問我們 為什麼只做日本呢 其實我們為什麼做日本呢 我提過了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也明白 我們是最專長的 是日本 以及我們只是認識日本 所以在我們創業的時間呢 是沒有想過 我們可以 以及都能夠呢 可以跳出日本這個框框 所以最早呢 我們只是做日本這一條線 那就是等於大家 你們真的讀哪一科 可能入行的時間 你就是用你最強的一件事 開始你的事業呢 可能是會是一個好的開始的 但是其實對於日本這個地方呢 我們都知道 日本經常都會發生一些自然災害 譬如好像剛剛 三一一大地震那樣 其實這些自然災害 對日本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也都會影響 我們香港人去日本旅行的心情 那對於你們旅遊公司來講 那怎樣可以處理化解這些問題 或者怎樣把這些問題轉危為基呢 轉危為基呢 等一下我講 之前我想講講 其實現在做旅遊業呢 我們面對不只是說 日本線就是日本 原來我們這個旅遊行業呢 是面對過去幾年有什麼衝擊呢 不論是政治 經濟 天災 人禍 都關我們事的 政治 譬如說好像現在 中日大家吊魚台的紛爭 會影響大家 可能對日本 南北韓事件 可能影響大家 影響去韓國玩 菲律賓事件 可能影響大家去菲律賓玩 在經濟不好的時間 大家不敢去玩 其實我們不只是看單一個地方 任何地方 它不只是在天災 不只是在經濟 很多其他的客觀因素 都會影響我們 但你只是問到一個問題 很好的就是 怎樣我們在最困難 最危險的時間 其實大家都聽到的說話 是叫做有危 有機 你怎樣在危裡面 在危的時間呢 會出現什麼呢 你的競爭對手 在困難的時間 大部分應該都會 退後一步 避一避 但當你看到危的時間 如果你是冷靜 你看到 個個退後的時間 你用一個正面思維 逆向思維 你可以在別人退後的時間 你足夠的機會 走前一步 這個就是 可以怎樣在危裡面 拿機 倒不如我講講 我們公司 在我們發展的歷程裡面 我們曾經 在一個很大的轉型 怎樣去 在危裡面去拿機 其實數回他們現在 18年前 1995年 當年日本 都是國運不是那麼好的 包括有日本的 關西的神戶大地震 大家可能會記得 除此之外 當年 在東京的地下鐵 有一個叫做 奧布真理教的沙林毒氣事件 在此同時 當年的日元 是很貴的 這三個因素 令到大部分香港的旅行社 都覺得 大家去玩而已 不要去搏 坐地鐵又怕毒氣 去到當地又怕地震 錢又不耐用 所以大部分香港的旅行社 都不推廣 他們不賣日本的產品 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原來這個東營油的前身 我們是一間什麼公司呢 是在日本當地做地面接待 香港的旅行社有部分 他們是香港收到的客人送去日本 原來我們在幕後 當地的接待 酒店 巴士 餐 食道由 都是我們安排的 因為我剛才提到 1995年幾個負面因素 大家 香港旅行社覺得 那些客人不會去日本的了 因此他們不推廣日本 他們不推廣日本 我們就沒有生意做 其實我們就是在1995年這個危 這間東營油 原本公司名叫耀騰旅行社 就在當年一個轉變 由地面接待 回來香港 自己用自己的品牌 去自己推廣日本的線路 最重要一點就是說 如果在平平安安沒事的時間 行公司和當時的旅行社 他們已經大家 在機位的安排 已經是全部做好了 一間新公司是沒有機會 是在一條這麼熱門的線 是拿機位去做日本團 但是因為 個個都不做日本 我們有機會借助這個危 我們是入這條線 行公司看到個都不買日本線 大家公司肯買 試試給他們做一下 因為就是這樣 而被我們在這個危裡面 做了一個轉機 那就是令到我們 是可以 由過往地接 轉為了零售業 回香港 是用這個東營油做的品牌 是做我們的日本線 那這個就是 正正一個好的例子 在危裡面 我們怎樣轉機 那除了做日本線之外 你現在慢慢都把東營油 做了其他東南亞和歐洲的地方 那其實當中 為什麼會決定有這個轉變呢 其實一路做事一路學習的 鄧小平先講一句說話 叫摸著石頭過河 前路我們看不到 但是你看到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工作範疇成熟 你就要想發展 除了想發展之外 你也要想 如果我們單一市場有問題 那個危會出現什麼呢 那在當時我記得 在95年我們轉型 在97年呢 我們已經由一個零 日本線的公司 拿到市場佔有率 以後是15個百分點 那在97年的時間 我自己記得就是 有些客人跟我們說就是 我今年去了三次旅行 玩得很開心 都是跟你們去玩 我又想去旅行 不過只有日本 其實是 一聲提醒我們 是啊 我們不再開發其他線路 我們的客人 會慢慢 因為他要去其他地方旅遊 而流失的 那這個正好一個啟示 告訴我們 我們要發展其他東西 就等於可以大家 你讀書都要持續進修 讀這個東西 你要學回其他東西 如果不是 你是會被淘汰 那我們就是這樣 由單做日本線 開始 我們做轉型 好了 一開始轉型 又怎樣呢 我就想講一下一個 循序漸進 我們由日本線一轉型 轉東南亞 我們可以怎樣做 其實 我們可以馬上找東南亞 舉例 台灣 韓國 馬來西亞 泰國 每個地方的合作夥伴 叫他給一個報價單 我們就馬上賣廣告 每個地方呢 都馬上可以送客 去到當地 但是記住 大家記住 一定要知道 你有幾多能力 有幾多時間 你有幾多知識 有幾多金錢 去入這個市場 如果你一轉型 同一時間 你拉著這麼多火頭 你可不可以支持得住 所以當時我們轉型 由日本開始 去其他的線路的時間 我們是一個時間表 我們一開始的時間 在97年 我們只是做了 菲律賓和泰國 98年做韓國 99年馬來西亞 和台灣 即是說我們將一個 可以同一時間 開的市場 我們是按部就班 一條線路 成熟了 基礎打穩 我們先去其他地方 就是這樣 我們就是 由日本跳出去了亞洲 跟著我們 進了中國市場 現在我們去了 我們叫 Long Hor 遠線 歐洲 澳洲 中東 那原則上 其實 這個東營遊 旅行社 已經慢慢 由專做東營遊 好像我們的名字一樣 大家不知道 有沒有留意到 我們在兩年前 已經將這間 叫東營遊 很highlight 日本這個名字 不知不覺 已經改了 叫EGL Tours 因為我們 其實這三個字 對我們很好 大家客人一看到 知道我們做日本很專業 其實真的 我們的成就 因為東營遊 這三個字 但是如果我們不改 原來 拜也這三個字 因為客人覺得這間公司 他以為這間公司 只是做日本線 因此我們 在不知不覺 慢慢地 已經將公司 由好 聚焦日本這個名字 是轉了一個 叫EGL的英文名 那其實整體 在世界各地的線路 我們都開發了 日本線 由我們過往開始的 百分之一百 已經是轉型了 只是佔我們公司的 有沒有 四成的 我們的客人 聽你說了這麼多 這個公司的變化 由來到香港 拿到自己的品牌 跟著再重續 漸進去 發展不同國家的線路 其實你都經歷了很多 這個 叫做時代的轉變 來到現在這個時代 比較著重一些創意 或者科技 你怎樣去帶領這個公司 去設合這個主題 去創意 去加多一些科技的概念 我們是賣一個服務的 你提到兩點 一個是創意 一個是科技 在創意裏面 其實你做一個很有創意的產品 但是你的服務沒有創意 是不可以平衡的 所以其實我們是做服務 首先你要怎樣做呢 你要跟你的競爭對手 看一看 看一看你的競爭對手的強項在哪裏 也都看下你的競爭對手 他弱點在哪一個位 你的產品的創新 或者你服務的優點 你就要看到你的競爭對手 最弱那裏 你就在他弱那裏 你去優化 而令到客人 將兩個產品 當他用的時間 去比較 他就知道 在那個創意 有什麼分別 我舉個例子 記得在譬如說 1998年 10月我們開我們的韓國線 當時市場很多 我們的童爺都做了韓國線 我們就這樣入條線 大家去用價錢 我們不是用價錢去競爭 千萬不要鬥便 鬥便 鬥便只是 將產品的品質 不停地降低 我們看到些什麼呢 當時市場上去韓國 有幾個弱點 原來 原來在1998年 大家在韓國玩的時間 其中有兩萬你們會住 首爾 當時的漢城 有兩萬住度假村 然後韓國度假村 就是入了一個房 入了一個單位裏面 有兩個房 一個大一點 套房又小一點 以前的旅行社都是會 將四個 兩組不同的客人 放在一個單位裏面 這個第一點 我們看到的弱點 客人 如果譬如說 和你太太 或者你的partner一起去 你都不想 你住那一輩子的房 還有你都不想 旁邊有一個 還有一個廳 還有一個房 另外兩個人住 還有當時記得 現在大家是會去東大門 晚上購物 以前原來去東大門 有另外給錢 給巴士的購物 我們看到的弱點 在一些位置 當時我們做這個韓國的產品 就是保證客人兩位 是會住一個單位 不是四個人去住 我們保證夜晚 他不需要再給錢 我們叫自費 買這個東大門 我們包賣給他們 產品出街 其實我們價錢 是貴過人 但客人 因為會看到 我們的產品 是跟他們 最不喜歡 最擔心的一樣 是沒有了 所以我們一開 就可以將整個 韓國市場扭轉 我們一開 已經立刻 我們韓國市場已經很好 還有我們很快 令到其他的競爭對手 要學了我們的產品 很多人都覺得 我做了一個產品 被人一 copy出來 很不划 很多同事都向我投訴 我做了一個產品出來 就被人 copy 我就跟他說 其實這個很開心 如果對方 copy你一件事 他只是有一個驅殼 不過沒有靈魂 那件事你的心思 你經過很多東西設計 如果他跟著你的產品去做的話 就是說 你在做這個行業的pioneer 你在帶他走 他永遠都在你後面 其實你應該開心 你買廣告 他一起賣 但他在賣你的產品 其實他在付錢賣你的廣告 好了 這個是少許例子 關於我們怎樣 在那個創新的設計上面去做 另一方面說 科技上面 大家手上全部都是智能手機 很多資訊都可以在網上拿到 我相信很快 未來 大家都很容易 都會很習慣 在網上 或者在電話上面 可以去買你的團隊 買你的團隊 過往這幾年其實 我們都 循序 是做了很多很多 一步一步是帶客人 去到在網絡上面 去買你的產品 記得在上一屆 南非世界盃的時間 我們跟Visa做了一個 Jump Promotion 我們鼓勵客人 買完團隊 在網上 用Credit Card 用信用卡付錢 如果在網上 用信用卡付錢 你可以抽獎 是我們免費 有32個名額 請他去南非看世界盃 包括入場 包括飛機 包括住宿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我們要Dry 我們要帶客人 從過往去我們的門口 給美數 將他們帶來 在網上給美數 亦都記得 在09年和10年 我自己就 拍串去 可能大家在巴士上面 都見過 有些東南亞 或者是中國的 團的推廣 我自己去做 一個介紹人 如果大家 可能會記得 在巴士上面 很多時候 有一個人 最最後講的 Cheers 就是我 慢慢帶客人 不在文字上面 在網絡上面 看一些旅遊的產品 當然 在這兩年 我們發展很成熟 大家 你們可以入 EGL Tours的網 你們可以 立刻 訂機票 用信用卡付錢 你們可以買酒店 你們可以買機票加酒店套餐 你們可以買自駕遊的車 你們可以買入場券 你們可以買一些車票 那其實 我們是 將客人 由過往 來我們的店 可能早上是10點開門 到晚上8點 現在其實可以365成24 大家你們晚上睡不著 想去旅行 已經可以在網絡上面 看我們的資訊 買我們的產品 那這個可以令到 客人方便 亦都我們的生意 是會 因為有這個科技 和網絡的平台 令到我們做生意的客群 會闊了 亦都我們的量 是會大了 相信 持續 都是需要 整個香港的市場 特別是旅遊業 我相信 都是要走 在這個網絡上面 和數碼上面的推廣 那聽了你這麼多說 這個公司的變化 或者這個服務之後 其實我們在場 有很多這個求職者 是真的有意投身這個 旅遊業的 那 就是 對於你來說 你對他們 求職者 有什麼意見 或者你覺得 求職者 如果想投入這個 旅遊業 需要具備什麼條件 這樣 首先 旅遊業是否一個好的行業 先 告訴大家 有沒有前途 有的 是好的 大家亦都知道 在 2012年 香港入口的客人 是超過四千萬的 我們叫燕邦 外國 包括全世界和中國的客人 來香港 香港出口的客人 七百萬的香港人 我們去年香港人出外人次 是超過八千萬人次 就是一個人平均 窗外超過十一次 那 就是說 那個 旅遊 不論是 你們是去 去玩的 或者是去商業活動的 都是跟旅遊 是會 扯上關係的 首先 旅遊 是不會停的 一個很成熟的市場 只會是 不停 不停這樣 擴大 好了 大家 入這個行業 首先問自己 為什麼入這個行業 你在找什麼 究竟你在找的一份是職業 還是一份事業 不同的 職業就是在找一份工作 事業就是 你在找一個 你未來 你終身都會發展的 一件事 當然你不試過 你不知道你對不對 究竟 做旅遊會怎樣 這樣 我見到在座 都有一些 應該是 年紀可能是父母 可能今天是 為自己的子女聽聽 做旅遊行不行 過往都很負面 可能做燕斑 有些客人帶了去 被人帶去買 什麼 豪斯丹頓 酒店 又來到香港 沒有酒店住 大家覺得 旅遊好像偏 有些偏門 其實不是的 其實整體 香港旅遊業 是非常之成熟 非常之健康 只是一很小很小很小 很小撮的公司 影響大家 對旅遊的看法 你入旅遊 你找些什麼呢 你要找一間公司 有兩樣東西給你 第一 它有沒有一個很完善的培訓的計劃給你 第二 它有沒有一個平台給你 進去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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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去爬升的 這個晉升不是在公司裡面晉升 甚至有機會給你自己可以出來 開一間西營遊 可以去頂一下這間東營遊 有什麼平台給你去做 做旅遊業 其實旅遊業都很闊的 怎樣闊化呢 我只是說最基本 有出口旅遊 有入口旅遊 旅行社 有只是賣機票 有只是賣酒店 有只是做車 有只是接待客人 或者我們做出口的 有些可能只是做出口單一個地方 大家入旅遊 大家最容易明白就是 做領隊 我參加一間旅行社做領隊 最基本你可以 原來又可以去旅行 又可以有收入去不同的地方 可以去不同的地方玩 做旅遊業有幾個條件一定要有 首先你記住 2月14號是什麼日子 情人節 10月24號是什麼日子 10月24號 平安爺 平安爺 每一年舊你的年初一 記住 這些日子是不關你的事 你不要想著2月14號 和你的情人一起燭光晚餐 你一定要知道你可以犧牲這些 要不然千萬不要入行業 你會後悔的 通常人家最開心去玩的時間 你是最忙 年初一 其實6點鐘你會叫我去機場 我都會出機場 年初一 剛剛幾多同學 昨晚晚上行年宵 行到三點 跟著初一去逗利時 你又去做事 你一定要知道 這個行業的特性就是 人家最開心去玩的時間 但你們都是要在做事 第二 你都知道 我們是一個人的工作 是面對客人 當然很多很好 很nice的客人 亦都有部分客人 他要求很高 你給雞蛋 他真的看有沒有骨頭在裡面 你的EQ要很高 你要有笑容 對著客人 有一個好 當然笑容也要小心 你不要跟客人一齊出街 見到他踏低 你笑他 那些笑容當然不行 你一個很親切的笑容 你要對事物很了解 天文地理經濟 很多事你都要略知一義 當客人不同 客人跟你聊天 你都可以有來有往 那當然 語言能力一定的基礎要有 如果廣東話當然我們沒有問題 現在大家知道普通話都很重要 除此之外 英語 如果你做旅遊 在語言上面 就是我們的身材工具 你語言不行的 是做這個行業 是有一定的困難 那我們聽了這麼多 萱先生所說的求職者條件之後 其實大家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想問問萱先生 關於如果你想求新旅遊業的時候 有什麼要注意 大家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想問一下 其實可能說了一些東西 嚇到大家 嚇到大家 對這個行業 原來很慘 其實都給了一些信息大家 其實這個行業都很開心 你可以有收入 又可以旅行 又可以認識不同的人 那大家在剛才我們 我跟MC和Eva兩個聊天的時間 你覺得有什麼 你再想深入一點問的 不要浪費了這個機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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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都試過參加你們東應遊 你們的領隊都很專業的 謝謝你 我也想理解一下 譬如說真的有新同事入職 他們會不會需要很高的學歷 各方面才可以入到你們公司 另外會不會有些就是 其實都是一些很普通的質素 你們公司可以培訓令到他們變成得這麼成功 和這麼優質呢 我想大家都很明白就是 時代不停進步的 就是說要求一定是越來越高的 客人對我們要求一樣 那我們對員工要求都是一路一路提升的 在過往到今天為止其實 基本同事他們入職來 我們公司只要是中學畢業 其實已經可以入職的 不過在過去幾年 記得在2009年金融海小年 我們做了一個特別的計劃 我們就招請當屆 或者是之前一屆的大學生 是入職我們公司 做什麼呢 不是做MT 就是說不是做這個管理學習 我們招請他們進來做領隊 做領隊 可能大家會覺得 不是我到完大學來做領隊 中學生都做到 為什麼我們這樣做呢 第一在2009年我們看到經濟不好 很多大學生出來找工作 當時可以報道說 有些公司給三千元一個月 四千元一個月 我們覺得對他們不是那麼公道 在2009年我們做了一個計劃 政府都未推出有六千元補助的時間 我們在2009年4月 我們做了一個計劃 就是大學生入我們公司 九千元底薪 三個月 試用期完了 萬二元爆薪 入我們公司 頭三個月 原來都是上課的 其實我們在課堂裏面 超過二百六十個小時 課堂的學習 接著到我們分行 出機場去學習 為什麼我們要在這麼困難的機會 找大學生呢 因為我們想借一個機會 對企業社會責任 去幫一些入職不到的大學生 第二 我們也都覺得 行業應該有機會 要將他的學歷水準 要提高 我們找大學生 我們相信他們的語言能力 舉例在英語 一定會比一個 正常來說 比一個中學生 應該會比較好 然後我們整個計劃 就是讓他們進來做領隊 接著我們給一個平台 怎麼培訓他們 培訓有機會 叫他們到台灣做導遊 韓國做導遊 接著他英語能力得 我們已經培訓 在2009年 有部分入職 我們公司的大學生 已經開始帶著歐洲團 在歐洲做導遊 有部分語言能力不是那麼好的 我們看到他的表現好的 有上進心是一個材料 我們甚至是安排他們 去日本讀日文 學識日文 然後回來做日本的導遊 剛才我想回到一個問題 就是最基本 他是在中學畢業 就可以入公司 考這個職位 究竟他何時可以 由最基本的領隊 當然我不希望 也不想一個同事入到公司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都是一個領隊 我們很希望有一個好的培訓 有一個梯街 讓他一路向上 向上去走 希望可以回答到這個問題 謝謝 很感謝萱先生 今天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這麼寶貴的經驗 我們也看得出 萱先生 其實很重視員工 很提攜員工 安排很多培訓給他們 所以 如果大家想投身這個旅遊業 不妨參考一下萱先生 給他的寶貴意見 相信在座 那麼多位求職者 聽完萱先生的分享 都獲益良多 我們先請萱先生到台下休息 不如 多謝 多謝各位 多謝 祝找工作 今天可以找份好工 媽媽和兒子都找份好工